歡迎收看《環宇全世界》 帶您走進全世界 兩岸大事 國際焦點 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玲 邀請大家在YouTube上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您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討論和我們來參與互動 首先歡迎今天到場嘉賓 第一位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楊友銘老師 林玲好 大家好 以及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 鍾伯仲壯老師 是的 很高興來到這裡 還有退役陸軍少將 栗正傑 栗將軍 伊玲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我們這一節焦點要帶大家來關注 俄乌戰爭最新的進展 以及北韓士兵前線迷失 還有川普的華麗回歸 是否會成為這一場戰爭的新變數 首先我們從圖卡上來看到最新的戰況 俄羅斯在烏克蘭東南部快速的推進 宣布再拿下東南部的兩個村莊 同時升高對札波羅勒州的攻勢 根據俄羅斯國防部的統計 俄羅斯短短一篇之內 就奪取了43個烏克蘭的軍事據點 摧毀了9個破級爆班族 而且有兩個的星鏈地面戰 還有8個無人機的操控點 那另外一方面 在烏克蘭這邊的攻勢也是不容忽視的 烏克蘭繼續對俄羅斯西南部的邊境州 庫斯克展開了跨界的攻擊 烏軍已經俘虜了717名的俄羅斯士兵 好 再來我們關注到 有亞洲的臉孔出現在俄烏戰役上 國際媒體也紛紛表明了 北韓就是由士兵前往俄羅斯的前線 來跟烏克蘭交戰 那現在傳出說北韓部隊有相當多人被殺 這難道跟接下來這個消息有關嗎 是金融時報首席外交評論員 拉克曼他在這個社群平台X發文說 這些被派到俄羅斯的北韓士兵 以前他們從來沒有辦法不受限制的上網 所以現在他們正在大量觀看色情的內容 好 我們想先請教立將軍了 您帶兵很多年 那怎麼看說這些北韓的士兵 他們在前線作戰 但是沉迷在這個色情的內容無法自拔 我先講一下俄羅斯國防部所公布消滅九個迫擊炮的班組 這代表消滅了一個營 因為通常一個迫擊炮班或一個組來講的話 是一個連才有一個砲班組 所以九個來講的話可能是三個連 加上營部有三個連 所以說這個九個迫擊炮班組很明顯是一個營被消滅掉了 這是按照我們軍事上的編制來推算 第二個來講的話 現在烏克蘭確實是兵敗如山倒 我以現在就是你講的這個頓巴斯地區的一個攻勢的狀況 來講我們現在都已經知道 紅色這一塊大概就是已經被二軍所奪取的目標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目前紅軍村已經快要失守了 然後庫拉霍夫也已經被攻取了 那後續來講我認為說是 後續的行動他奪取紅軍村之後 就極可能沿著150公路 這很明顯有一條高速公路 直接指向涅伯城 那札波羅熱就在下面這個地方 那在這種 我現在來講大家都在推算說是 川普當選以後有沒有可能結束戰爭 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主動權不是在川普的 反而是在普京的 那普京願不願意結束戰爭 不是你川普講的話算 就是現在變成普京要講話才同意 因為他現在公司打得順風順水的 他為什麼要聽你這個川普的 對不對 那你川普有多大能力能夠制止我普京 所以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等於說戰場的局勢完全主導了這個普京的 這種後續來講俄烏武戰爭 要看普京他的心態怎麼樣一個看法跟想法 他會獲得他在戰場上 對他最有利的一個目標來奪取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我覺得歐美一些報導 不管是說這個朝鮮士兵的傷亡 或者是甚至於污衊朝鮮士兵去看色情網站 我試問一下 看這些色情網站的這些報導 做這篇報導的人 你自己有沒有看過山上優雅 有沒有看過波多里也結一 如果說你有看過你憑什麼資格去批評人家 朝鮮士兵去看色情網站 而且用這麼誇張的言語 沉迷這兩個字 我覺得對於二十幾歲年輕人來講的話 他們一定都會看色情的這種圖片或者影片 正常人都會 我想說我們自己國內很多年輕人都知道 他們把這兩個我還記得年輕人把它稱之為 這個衛生紙殺手 這個後續細節我就不多講 但是我這邊要特別講 有關於士官兵在野戰部隊 尤其在戰場上面 有關於性的問題來講的話 要很嚴肅的來看待 那不可以當作一個笑話 或當作一個調侃的一個話題來講 因為我這邊講一個故事 這是真實的故事 在金門還在敘手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在兵胸戰衛 每個戰衛兵人身上都要隨時帶著子彈 帶著手如彈 那我們有一種哨叫做對空監視哨 顧名思義這個哨的衛兵他是在山頂上面 那有一天這個聯隊裡面他們在上聚光日 連副老長在帶著全聯上聚光日 那有一個兵他去執勤到山上自己一個人在那邊站 對空監視哨 他就在那個地方去看一些色情的 不要從哪裡弄來的一個色情的圖片 然後看完以後 這個平安講年輕人嘛 這個二十幾歲我們可以理解了 他就這個身體上面受不了 他自己在那邊DIY 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結果沒想到佛老長去查哨 看到這一幕 看到這一幕以後 結果佛老長跟八卦一樣 他居然回到聯隊裡面跟全聯做宣布 跟全聯說我剛剛看到一幕什麼景象 誰在山上做什麼動作 結果原來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結果沒想到聚光日結束 大家到餐廳去用餐 這時候接他那個班的衛兵上去 然後接他班 然後上去的時候跟他講說 你剛剛在上面是不是做這個動作 他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佛老長跟全聯宣布了 就上面這個士兵二話不說 從上面下來以後 大家正在餐廳裡面用餐 兩個手機彈就丟進餐廳裡面 然後身上所有的子彈 一排子彈全部打光 大概造成這個一二十人的 這種很嚴重的一個傷亡 跑都跑不掉 所以我講這個故事是一個血腥故事 大家都曉得 在當過兵都知道說 部隊裡面連人長都要配槍 配一支手槍 裡面有這個 實發子彈 實彈要帶實發實彈 為什麼連人長要帶 就因為這些產案發生以後 規定所有連人長 身上隨時隨地都要帶著槍 大家不要以為連人長帶著那個槍 是打萬一有爬牆進來的歹徒 其實它是防止這種意外突變的事件 如果說萬一有士兵做這些危險的傷害動作來講的話 那時候還有武器 還有人可以來及時的制止 免得這種傷亡的事件擴大 但是久而久之 包括現在年輕幹部都不曉得說連人長配槍的用意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個人從這個血腥的例子 我覺得說是對於部隊裡面 關於男性當兵 在性方面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覺得要很嚴肅的來看待 那絕對不是用嘲弄、嘲諷 所以這個記者的報導 我覺得你根本就沒有當過兵 你根本就不了解部隊的實況跟現實 其實在以前在金門我們都知道有831 這種組織在裡面 我們三十位軍中樂園 其實我個人來講 其實對他們這些女性蠻尊重的 也因為有他們在 所以避免掉很多的這種阿兵科 你不曉得有些阿兵科他自制力比較好 有些阿兵科他自制力比較差 那萬一去坐姦犯科 我們講坐姦犯科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如果對於這個平民的無辜的這種婦女 或者是孩童造成傷害來講的話 那是無可彌補的損失 所以我對於這些這個當初這些事情來講 我覺得不應該避諱 而且要勇敢的去面對 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畢竟來講人性就是如此 是 好我們說回來這一場戰役上 能夠左右這一場戰役的一大角色 其實還有一位人物 剛剛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川普 那最初的時候克林姆林宮 對於川普的勝選並不太看好 甚至還宣稱 美國對俄羅斯的立場始終不友好 所以本來是沒有打算要向川普來道賀 但是後來態度法夾彎 俄羅斯總統普丁大力稱讚川普 遇刺未遂冷靜的表現說他是真男人 而且宣布說俄羅斯已經準備好要跟川普來談這一場俄烏戰爭 好 首先我們請莊老師來幫我們看一下 你怎麼看說俄烏現在他們對川普的態度 首先我要肯定一下 剛剛麗將軍所講的 與無心有氣氣焉 因為我們都掌握冰的 那回到這個議題呢 確實因為川普目前身份是美國總統當選人 離他1月20號就職還有兩個半月在75天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過度的一個預測 因為他這半期間他當選之後並沒有進一步的發言 不過可以從他過去的發言跟評論裡面來獲得蛛絲馬跡 那基本上我們綜合國內外媒體對於川普在俄烏戰爭的發言 可以歸他出五點 第一點他是主張和平談判的 他要多次強調他可以在24小時內結束俄烏戰爭 所謂24小時就是一天 我想你相信會一天解決嗎 不可能吧 應該是個話術 代表說他會期待在很短時間把它解決掉 他講的只是一個形容詞而已 所以他是主張和平談判的 另外他認為美國不應該無限制來援助烏克蘭 特別注意 不是不援助烏克蘭 而是無限制的援助烏克蘭 認為美國應該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主 對烏克蘭的援助要有所節制 而不是無限的揮霍 然後導致於美國的財經受到影響 第三點他對普丁的態度 剛剛主人也提到說 普丁稱讚他是真男人 因為川普當選之後 據他講已經跟70個國家的元首通過電話 普丁是還沒有 不過普丁是在11月6號在俄羅斯黑海參加一個會議的時候 被集合訪問提到了 他稱讚普丁是個真男人 逃過一劫在暗殺事件全身而退 而且對於他行事作風很欣賞 表示在灌他糜湯 至於川普對普丁的稱讚也是多半是英雄 好漢類似的一個稱呼 當然對於普丁他有一些地方也是不滿意 不過他認為普丁會這樣做也是被美國所連累 他認為拜登政府並沒有處理好對俄羅斯關係 才導致普丁會走這樣的路 第三點他對於哲林斯基 雖然沒有明確地表達出厭惡或喜好 不過有一點折一提 因為川普任內第一次彈劾案就是跟哲林斯基有關 因為當時川普是總統的時候 寇克了對於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另外他也曾經打電話要求施壓哲林斯基 當時的烏克蘭總統協助調查拜登政權 拜登跟他兒子在跟俄羅斯互通申請這方面 這個協助調查是不是有從中獲得不當政治利益 所以也被彈劾在2019年的時候 所以多少對於哲林斯基應該不會有太多的加分 第四點他也批評北約跟歐洲 認為北約跟歐洲沒有負擔太多義務 讓美國深陷其中 認為北約跟歐洲應該更多的一個投入資源 來穩固這整個俄烏戰爭 總的來說川普到底會怎麼做 他過去剛剛那些發言 有可能因為他說是反對黨 站在跟美國拜登政府對立的角色 所以抱持全盤否定 所以他剛剛的發言幾乎全部暢反調 跟拜登不一樣 那麼再過兩個半月他就職之後呢 會不會這樣做呢 我是話上問號 因為終究還是美國利益優先嘛 今天他在野黨打嘴炮不用花什麼成本 所以講得天花亂墜 那一旦他正式上任呢 會不會能夠如他所講的 一天之內結束俄務戰爭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是老師你剛剛說到 因為川普他的立場一直都是美國優先嘛 那在這裡面我們談到說 那是不是他接下來影響這一場戰事 包括軍援的部分 對烏克蘭可能就沒有限制 那對烏軍這邊來說是不是不利於 其實有一點可以討論 就是說在我上節目前突然考慮了突發新聞 就是說 宣稱啊 川普幕僚推出了一個和平方案 那消息來源還未經確認 那所謂和平方案呢 就是以俄武戰爭雙方既有的控制區為邊界 就是說這個雙方 維持既有的一個控制區域 然後各退縮400英里 也就是說合計800英里一個安全區 然後呢 這個川普承諾20年內烏克蘭不加入北約 那換取呢 俄羅斯退兵 那這個消息未獲得證實啦 而且一些執行細節不知道 比如說這800英里安全區 是不是由聯合國違和部隊 或是誰來參與 那基本上呢 那按照川普的想法是 他一方面承諾這個 烏克蘭不加入北約 20年內 另外一方面呢 會加強援助烏克蘭力道 讓烏克蘭即使不加入北約 也不會被俄羅斯侵略 那也承諾俄羅斯可以繼續佔有 他目前已經取得領土 所以對雙來講 都有了下台階 確實 好 說到川普的回歸 因為還有一個國家 現在可能感到非常的頭痛 就是南韓 因為韓聯社有分析說 美韓外交會面臨到 更大程度的不確定性 那認為說韓國各界其實也在擔憂 川普他的經濟政策 採取的就是 老師剛剛也提到了 美國優先主義 那如果接下來在經濟層面 包括了也增加一些關稅 或是大砍電動車補助等等 那可能會重創的 就是南韓的半導體 還有汽車產業 出口額都可能大減 而且現在還有美國專家指出 川普明年1月正式就任總統之後 可能會跳過南韓 直接跟北韓來進行談判 而且會要求 南韓可能要分攤更多的 美軍駐紮費用 這會導致韓美的關係更緊張嗎 楊老師您來看 現在南韓是不是真的應該緊張 其實世界各國現在 都有一點在挫的蛋 嗯 不確定性 有一點這個 他們華盛頓現在說嘛 現在最確定的就是 他的不確定性 那但是對韓國而言 三個層面 這個問題就是特別的嚴重 第一個就是 你談到的 這個南北韓的問題 第二個層面呢 是美國駐軍南韓 南韓要多付多少的這個保護費 這個保護費的概念 其實在很多國家都可以用到 那第三個呢 就是南韓的半導體 跟他輸往美國的這些商品 是不是也同樣會面臨到關稅 而半導體也可能被迫要再加速 在美國設廠投資 其實這個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這個情況 我們台灣一樣 那你像台積電 會變成美積電 然後呢 蘇美的商品 傳統產業 會不會要多付關稅 因為川普說了10%的關稅 還有呢 當然就是兩岸的安全的問題 韓國的問題 我覺得特別就是 我們這個問題 這一題的問的是說 川普會不會跟金正恩在進行談判 我覺得要先看兩個層面 第一個 他在俄乌戰爭上面 要怎麼處理 因為現在北韓也有派軍隊 至少有一部分 這個前往有一部分還在 就是海森威這邊附近受訓 所以呢 俄乌戰爭的先處理 遠高於在就是 這個川普來處理北韓的問題 或者是南北韓之間的駐軍的問題 那俄乌戰爭處理之後呢 那北韓的軍隊就沒有意義要留在就是俄羅斯 那同時呢 因為朝俄的同盟關係 北韓的許多的飛彈 這個彈道飛彈的技術 其實也都是從就是俄羅斯這邊取得的 因此我覺得其實先要處理的 俄乌戰爭的停火停戰 現在俄乌戰爭你說解決方案 都是一種說法 那但是呢 能不能夠在短期之內停火停戰 這個才是最大的考驗 那之後呢再看如何的解決方案 然後呢北韓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 短期內 因為川普不會跟金正恩再見面了 因為上一次 2018 2019 連續三次這個 所謂的川經會 都沒有任何的結論 而現在的北韓已經取得不只是核武 他在彈道飛彈甚至中程 長程 洲際彈道飛彈 都有一些這個發展 他不可能會放棄 不會因為你川普來跟他見面 上次三次都沒有 那這次怎麼可能會有 川普也知道 任何的見面大概都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是覺得 再有川經會 除非是普丁要介入 要求北韓放棄什麼 但我覺得那個可能性不高 因此南韓這邊呢 第一個要面臨到的是 你要付多少錢 讓將近三萬多的駐韓美軍留下來 那第二個呢 你要面臨到你的三星跟半導體產業 是不是也被要求到美國加速 的佈局 那第三個呢 當然就是川普怎麼去處理北韓的問題 但是現在的尹錫悦 你知道他的支持率現在只剩多少 百分之十七 而且他已經說了 從此他的出訪 他的太太第一夫人 不可以再跟著他 因為可見韓國內部 現在對他那個第一夫人 應該是很漂亮啊 應該是很漂亮不是嗎 但是因為他收那個名牌包包 所以呢大家對他的印象非常的不好 那他的支持率已經到了百分之十七 我已經幾乎要跟日本的首相差不多了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 隱形院在這個多方面的壓力都很大 但是呢對於美國 他也面臨到很多的挑戰 好確實這個狂人川普當選之後呢 其實不只韓國啦 還有台灣 還有甚至其他國家 可能我們現在面對到的就是一個更獨立 甚至是更強硬的美國 所以國際間也在觀望的是 那未來中美兩大強國之間的關係 會怎麼樣演變 而其中有一個人的角色相當的關鍵 就是在這場選戰當中 他全力all in支持川普的特斯拉執行長 馬斯克 馬斯克他是非常了解兩岸情勢的美國商人 而現在他有了新動作 我們來看到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 最近就以地緣風險為由 要求多家的台灣供應商 要把新鏈的供應鏈移出台灣 把這個生產線要移到越南、泰國 那SpaceX大約有12家的直接供應商 是來自台灣的 包括您從頭上看到 企機、聲達科、華通、晉鵬、藥華這些企業 那這些供應商又很仰賴 另外數十家的台灣外包商 所以來說台灣是擁有很龐大的衛星產業 去年的產值就超過2000億台幣 那我們的經濟部長郭智輝在11月6號表示說 對外媒的這些報導都是給予高度的關注 但是他認為台灣在這一塊領域上的供應鏈是非常強的 有可以因應的能耐 好不過大家也很關注說這個馬斯克他出錢出力這樣大力挺川普 所以接下來馬斯克的角色應該會很重 應該會有不少的話語權 好立將軍想請問你 那現在他把這個供應鏈要求移出台灣 是馬斯克已經嗅到什麼樣的訊號 馬斯克當然嗅到訊號 我們要講一句話叫當機立斷 馬斯克他是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的個性他當機立斷這個果斷的做一個決定來講的話 是他成功的一個基本的條件 那馬斯克來講我們都知道他是很輕忠的 他曾經講過說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的超級大工廠這個是在中國上海那個地方 我想這些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那馬斯克現在他旗下有兩個重大的一個企業 一個就是電動車特斯拉 另外一個企業就是星鏈計畫 但是你要知道星鏈計畫不是光把衛星發射到天空去就可以了 而是在地面上面你要有接收站 那地面下面我們剛剛講的台灣這些企業來講的話 就是做地面接收站的企業 那就馬斯克來講如果說是我光把衛星打到天上 我如果地面沒有接收站或者是供應鏈斷掉來講的話 我這衛星等於是白打了 所以他確保他地面的接收站這些供應鏈能夠完好無缺 那這次來講我們可以確認來講 馬斯克可能在第一時間他可能他不是秀到什麼 我覺得他已經知道些什麼 因為他經常跟中國大陸有很密切的來往跟接觸 其實如果說你問我們台商 他們大概也都會有機會跟這個對岸的一些高層接觸 他也可以得到一些訊息或一些感覺 所以我覺得馬斯克在第一時間果斷做這個決定 那當然很自私地講他是為他企業著想 那你不要跟我講說是這個企業家他會什麼 自由民主這些這個主義或者是正義伸張 他們不管這些他就是唯有錢賺 你不要把我供應鏈斷掉 所以我覺得這些企業要求他出走 因為他已經下了最後通牒了 那這些在第一時間就已經接到最後通牒 他們要求他們要移到越南或泰國 那我們從經濟部長郭智輝講的這段話裡面 我們也可以聽得出來郭智輝也默認有這件事情 確實是有這種狀況發生 他也只能很無奈地講說我們台灣有很強的供應鏈 問題是說我們有這種技術有這種能耐 但是不一定要在台灣製造 會不會被迫離鄉背景到泰國或到越南去設廠 這是我們這個必須要面對的 當這些企業都被迫到越南泰國去設廠 如果說ECFA也是一樣再加進去的話 台灣會不會面臨這種產業被掏空的狀況 再加上我們經常講的美積電 如果說川普當選以後 硬要台積電搬到美國再去設廠來講的話 當我們台積電被掏空了 我們這些科技產業被迫到越南泰國去設廠 那我們台灣的失業率會高到什麼程度 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思考的 那我們難道我們只能靠水果嗎 靠水果靠農業嗎 水果農業現在也靠不住了對不對 現在水果農業我們也都知道 對外來講他也可以用很多種的手段 譬如說官貿壁壘調查 來讓我們的農產品沒辦法輸出到大陸 所以在這方面面我覺得民進黨 都必須要很誠懇地去面對 解決這些困難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繼續來看到彭博還有另外一項分析 他說馬斯克在中國是有龐大的商業利益 因為目前特斯拉電動車 大約有半數都是在中國製造 那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西索斯 他就說馬斯克極度輕忠 所以他認為中國是絕對會利用這一點 來影響川普政府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美國風險投資公司 互聯資本的創辦人許凱文 他也分析特斯拉和中國之間就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馬斯克將成為在美中很多的技術 貿易議題方面的關鍵傳話人 那是不是馬斯克他真的有可能會成為 這個專國跟川普之間的傳聲筒呢 楊老師您的看法 我如果是馬斯克 我不會去做檯面上的這個傳話人 我覺得我的生意沒有錯 大家都知道我跟中國的關係生意密切 我也知道我在政治議題上 甚至台海議題上的這個發言 他覺得兩岸一定統一 但是呢也知道說我過去其實完全的下注在川普 而且對於川普的當選 就是有很大的注意 但政治是政治 那商業是商業 那中美關係呢 又是一個更複雜的雙邊的競爭關係 所以呢 他從純粹商業的角度那可以 但是你要進入到外交戰略的這個層面的時候 我覺得馬斯克應該知道 他那個界限何在 可是他實際上的這種跟川普的個人關係 跟信任 還有他商業上的這個利益 特別在中國大陸 因為大家都知道 而且也就表示說 中國大陸的商業的經營 社場 他的這個市場投資的重要性 所以他本身的這個存在 跟他和川普的個人關係 就會使得川普以及他的閣員們 在制定對中政策的時候 會多想一些 那當然這個 該競爭的要競爭 該談判的要談判 然後呢 該這個提高關稅提高關稅 那我覺得馬斯克 不會去成為台面上的所謂傳話人 但是呢他會去 可能在私底下跟川普互動的時候呢 川普一定會問他的意見 那他會很直言的講 他不會說 對不起這個不是我的領域 因為我們知道他現在可能會擔任 所謂的政府效率委員會的主席 那個不叫真正的閣員 但是要看他發揮影響力是怎麼樣 所以有時候這個影響力 不一定是要做了什麼職位 而是他真正跟那個最重要的 就是老闆之間的關係 那馬斯克我覺得他會要另外一塊 那就是科技 太空跟軍工 那特別跟太空或者是科技 AI有關係的部分 我覺得他可能會要這一塊 在發言權上以及影響力上 所以呢我倒覺得 這麼聰明的馬斯克 應該不會把自己放在這個 所謂的這種考盤上面 去被人家又再指指點點的去懷疑他 是 說到馬斯克我們就要來看到 11月6號在川普勝選之後呢 因為擔心這個新的關稅戰 所以各家汽車製造商的股價 當時是全面下挫 但是唯獨特斯拉 他在利多的加持下是獨強 當天就飆漲了將近15% 所以我們想請教鍾老師的是 未來如果北京他們真的要拉攏馬斯克的話 還會給這個特斯拉更多的優惠嗎 是的 這個馬斯克作為一個紅頂商人 能夠悠遊在美國跟中國之間 而且左右逢源 基本上還是身亂柔軟 而且不會講出一些讓兩邊都不高興的話 剛剛麗江有提到說 馬斯克曾經在去年 大概在9月的時候 2023 9月的時候講過一句話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引起軒然大波 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燮發布新聞 痛批他 那我們駐美代表蕭美琴也在 推特上發文來駁斥 不過也有人幫馬斯克喊冤 因為他是在接受Podcast 訪問的時候講的 他的全文是這樣 他是說 統一台灣是中國既有的一個國策 然後從他們角度來看 台灣就如同夏威夷至於美國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台灣不承認 所以他有特別想要從他們角度來看 不過馬斯克對於這個方法 後來也沒有承認或否認 也就是隨他 笑罵隨他 那麼我們特別提到一點就是說 因為剛剛楊老師也提到 在上海有特斯拉的超級工廠 如果說未來中國要拉攏特斯拉的話 過去他在超級工廠所做的一些優惠或協助 應該也會體現在這些方面 綜合國內外輿論大概有五個變相 第一個是土地跟基礎設施的支持 幫他廉價取得設廠房的低價的土地 租賃的低價 然後水電馬路的基礎設施把它弄得完善 第二點是稅收優惠 比如說生產設備從美國進口 可以扁除進口關稅 然後國內銷售可以扁所得稅優惠 第三點就是融資支持 提供他優惠貸款還有政策性的融資 以及政策支持把特斯拉車列為國外產車來採購 甚至有產業鏈配套的協助 上下游產業包含寧德時代電子等等的資源 所以總的來說 儘管特斯拉在中國試占率從70%變成17% 那總體銷售量已經變第三名了 但是因為他在高價的豪華車 仍然還是排名第一 特別是作為特斯拉最大海外市場 我相信馬斯克還是會謹慎經營他跟中國的關係的 好謝謝三位專家精彩的點評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回來 好這一節焦點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今年的豬海航展11月12號要盛大登場 那其中有一個亮點 中國大陸的空軍早前宣布 隱形戰機殲35A將首次亮相 而央視的軍事微博公布了殲35A戰機 您看到它的高畫質全機照 當時就引發了外界的高度關注 那接著11月8號殲35A現身豬海金灣機場的上空 在進行首次的場地適應飛行訓練 這讓現場好多在等的軍事迷都可以提前一睹為快 那首先我們要介紹到殲35是由中國瀋陽飛機工業集團 在2010年它開始研發的 2012年首次出現了驗證機 到2014年首度就在豬海航空展公開亮相 那官方代號FC3151 不同於中國其他的機種 這一款機型它是由省飛來獨資開發 沒有獲得北京的撥款資源 好另外要來看到是解放軍海軍最新型的 航艦艦載機殲15T已經飛抵珠海 宣告解放軍要來使用電磁彈射系統的 福建號的航空母艦做好了準備 那現在大陸的航母母艦套 已經逐步在實現包括了殲15T的這個 彈射艦載機隱形艦載戰鬥機 還有固定翼艦的這個預警機 固定翼的電子戰機 跟這個反潛磁升機都準備好了 那將軍想請教您的事 那就您來看這個殲35A跟F35 誰的優勢比較大 我先說明一下 其實以前大家都以而傳而 傳說中這個FC31 其實現在來講 這是豬海洪空展 大概就定位了 就是都叫F5都叫殲35 那空軍版的叫殲35A 就是我們這次展覽出來的這一架 那怎麼去辨認呢 就很容易辨認 你看它前輪它只有一個輪子 那是空軍的 如果說是兩個輪子是海軍的 因為它電磁彈射 它彈出去 所以說那殲30海軍版的叫B 那以後會不會有C有D 那當然一定會有 譬如說它會不會發展感度垂直升降 那我們當然大家第一個就好奇了 說殲35A跟F35到底誰比較強 我這邊有一張圖 我們要用科學來說話 用科學來說話的話會比較精準 大家看一下 其實一架飛機來講的話 這兩架飛機乍看之下造型很類似 可是有一點很差別 你看這個黃線部分代表寬度 寬度來講的話代表就是它的 雷達的折射的面積 反射面積來講 大概是不分宣置 可是就雷達來講的話 你知道殲35跟F35 這個吸收雷達波還有它的塗料 塗料來講F22是第一代塗料 然後F35是第二代塗料 那美軍的現在F 這個B21是第三代塗料 然後殲35是第四代塗料 它的塗料吸收的狀況會比它好 所以塗料狀況 這個外型設計來講大概差不多 但是就塗料來講 吸收雷達波它應該比它好 另外來講這個機動性 就是作戰的時候 我飛機的技能來講的話 誰比較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這個大家看到這個紅線 這個F35它的紅線 它大概代表它的重心 跟它的升力來講的話 都擺在前面 然後F35 殲35來講的話 它的距離比較寬 為什麼美軍要做這種設計呢? 因為它要在這個地方 它要做這個F35B 就是垂直升降 它中間要擺一個引擎在那裡 讓它飛機可以垂直升降 所以它必然要把它重心 往前面移 當然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的機動性就沒有殲35 這是科學上面的數字嘛 大概免不了騙人的 再來我們講說這個射擊來講 這個隱形戰機我想說 殲35跟F35互相不會打起來 為什麼互相不會打起來? 因為你也隱身我也隱身 對不對? 那我靠的是誰? 我靠的是網路作戰 我先發現你 我發現你靠的是什麼? 是靠我譬如說 太空之中的衛星雷達 或者是說我的預警機 我先發現到你 第二個比看的是誰? 誰的雷達性能比較強 對不對? 那現在殲35很明確的 它用的雷達 叫做氮化加雷達 然後就像是我們現在的 這種電子原料來講的話 晶片來講是氮化加 屬於第三代的 然後這個F35還是用 這個氷化加 深化加 是第二代雷達 所以它雷達性能就比你好 第三個我覺得說 如果說是就武器性能來講的話 殲35用的叫做P-D P-D多少? 它最新型的這個P-D21 射程有到400公里那麼遠 那400公里它不會打你F35 它打你F35 後面的預警機跟你加油機 就直接打你那邊武器 所以說如果說是這兩款戰機 如果在空中相遇來講的話 我覺得可能不太有互相互咬的機會 可能很早誰先發現誰 誰就先把誰擠落了 那我們剛剛還提到另外一款戰機 殲15T它的性能部分 殲15T 這邊有一張殲15T的下面 殲15T跟殲15差別在哪裡? 其實很容易辨認就是多了這一根 為什麼多這一根? 這個電池彈射 它掛在那個前面那個板塊上面 讓它可以彈射出去多這一塊 第二個來講還很容易辨認的是 它雷達照 它飛機前面那個雷達照是白色的塗照 為什麼是白色塗照? 它不是為了辨識 而是它的塗料是不一樣 它讓它雷達照裡面的就是雷達 它讓它雷達來講的話 可以穿透力更好 可以看的更遠鎖定的更清楚 所以它雷達照也有改良 然後再來它加上這電池彈射 大家要知道 這個彈射機 它殲15T來講的話 我可以在福建號上面用彈射起飛 全載全電 就是說我在所有的彈藥所有油料起飛 我可以飛得比較遠 但是我打完仗以後回來 我可能油料用了很多 我的飛彈都射出去 我的體重比較輕 這時候它可以在哪裡? 可以在山東或遼寧號降落 所以作戰的時候應用的 這個就比較廣泛 我可以在福建號彈射起飛 但是我可以在山東或遼寧號 華耀式的甲板起飛 那我比較輕 我如果說要返回來講的話 我可以再用華耀式甲板 我可以起飛 再回到我的福建號上面 所以我覺得對於運用 在戰術上面來運用來講的話 殲15T的出現 對於整個海戰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運用上面更有彈性 謝謝將軍在軍事方面 給我們專業的解說 好再來我們要看到 在這個珠海航展開幕前 有一款號稱最大起飛 重量可以達到10噸的 大型中國的新型噴射無人機 名字叫做九天亮相了 它的設計配備模組化 易購風潮任務艙 還有投放小型的無人機群 那另外一頭您看到的是 俄羅斯最新型的速57戰機 也為了參加這個珠海航展 飛到了中國 但是這一款被克里姆林宮 譽為全球最先進第五代的 逆中戰機新銳呢 在還沒有正式亮相前 已經被大陸社群媒體上批評說 它的外觀太粗糙 還有組裝品質是有問題的 好那莊老師 你自己怎麼評價這一款 九天 對於九天這個名詞 台灣人應該不陌生啦 因為有些公司 好像就叫九天嘛 那有個節目也叫冰火九重天嘛 那過去呢 還有一個民俗集團 也是叫九天 這陣頭很有名的 那一般人都不知道它的出處啦 我想雖然官方沒有說明 應該是來自於這個孫子兵法 他提到說 散工者動於九天之上 故能自保而全勝 也就是說散於攻擊的一方呢 會在你初期意料之外的高度呢 在那邊做部署機動 然後天降神兵 全監敵人 然後保全自己 而且大獲全勝 那取這個名詞呢 剛剛主演提到 它是有這個十噸左右的重量嘛 是一個超重量級的無人機 那因為它體積龐大 重量又重 所以基本上跟我們一般熟悉的 這個中小型的軍用無人機就差很多 因為中國軍方目前的彩虹或翼龍無人機 大概就二到五噸而已啦 那這個十噸呢 基本上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 因為它可以容納更多的電池 紙或油料 那可以做更高的滯空時間 更長的航程 那有助於海洋監控 也有助於這個擴大打擊範圍 第二個是它的多功能性 因為它體積龐大 偵查打擊可以合一 然後因為它的負載量大 可以作為這個無人機的母機母艦 來投放更多的中小型無人機 最後它就有抗干擾的這個電波干擾 還有自然化的設施 那總的來說呢 值得期待 因為美國也有超重量級的全球資金 大概十四噸多 那中國這一次有這樣的一個重量級的也是拭目以待 那昨天也提到蘇57嘛 那提到說它這個中國的社群提到說 它做工粗造用錨釘這個縫隙不對等 事實上 因為這一次俄羅斯有兩架蘇57來 一架是做地面展示 一架做高空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直接飛行的展示 所以地面這架有可能只是模型機而已 那當然這個屬於網友的批評 我們就不以為意 反而我查詢了俄羅斯的官方媒體 它有提到就是說 他們非常重視這次的珠海航空展 所以派出了國製重器蘇57來現場 那一方面珍惜這個二中關係 一方面就代表二中友好 另一方面也對於這個航空展的一個看重 所以基本上是正面評價 此外呢 因為它在現場做出 就是實體展示飛行的時候 因為有做出這個眼鏡蛇的動作 還有落葉飄這些屬於一般人會驚嘆的絕技 所以現場的觀眾也大聲叫好 所以我看不出這個俄羅斯方面 有任何不高興的一個成分 所以把這些東西就一笑置之 畢竟是鄉民網友的評論 是 好 在軍事方面我們還要來關注到我國的陸軍 對美採購遠程精準火力打擊系統 海馬斯多管火箭 那首批已經抵達台灣了 解放軍在11月5號宣布 要在這個珠海航展當中 要展出紅旗19地空導彈武器系統 又被稱為是中國薩德 那根據觀察者網站的報導 紅旗19是中國自主研製的 新一代地空導彈武器系統 主要是用在對彈道飛彈類的目標 實施區域的攔截 具有作戰保護區覆蓋範圍大 那圖防對抗能力強等等這些特點 是中國防空反導作戰的骨幹裝備 但大家可能就覺得很敏感了 這第一批的海馬斯多管火箭 剛抵達台灣 解放軍就展示了這個中國薩德 楊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只是個湊巧啦 其實所謂的中國薩德就是紅旗19 根本也不是說完全在針對海馬斯 我們是訂購了29套 現在來了11套 然後預計要給叫58炮子部這邊 而且也有一些MGM140 大概射成300公里的飛彈一起配套的過來 我是覺得紅旗19它其實是針對中程 甚至可以到遠程 兩三千公里範圍之內的 就是說飛彈防禦 主要就是其實針對第一島鏈 從日本到菲律賓 現在美國已經開始在出售 或者是戰斧飛彈 或者是提風中島系統 當然未來你可以看到 在韓國會不會有類似的這些部署 我覺得都有這個可能性 因此我倒覺得倒不是直接的針鋒相對 海馬斯呢 29套夠不夠 我覺得足夠啦 如果你只是針對反登陸 或者是說這個海峽部分的話 但是29套裡面如果被定位的話 一下子也會被轟掉 是更多精彩內容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回到環宇全世界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 中國的AI軍事應用崛起 這是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說中國呢 已經利用了這個Meta公開的 拉馬語言模型發展出具備軍事應用潛力的 AI工具 Chap BIT 好 這一步進展引發美方非常高度的關注 那此外 美國也即將推出新的AI投資禁令 對中國的半導體 量子技術還有AI領域形成了一個新的壓力 那美國財政部呢要限制美國的資金投資在 包括中國的人工智慧等這些先進科技領域 而且是明年的1月2號就要正式生效 涵蓋了三個很關鍵的領域 包括了半導體和微電子 量子資訊技術 還有一些人工智慧系統 那在中國大陸方面呢 中國工信部信息技術發展司的副司長 你看到袁亞軍他表示說 今年截至目前為止 人工智慧的核心產業規模 將近人民幣6000億 這相關的企業數量呢 還超過了4500家 說整個AI產鏈在晶片 演算法 資料 平台還有應用上是全面在佈局 那另外一份您看到的是來自 半導體研究顧問公司的最新報告了 是即便在美方的制裁壓力下 中國已經擁有足夠的AI處理器 有能力可以建立全球最強大的AI訓練集群 那其中華為就實現了自主AI技術方面 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好 再來要看到的是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了 台積電的晶片出現在華為最先進的人工智慧晶片 升騰910B上 凸顯美國試圖要扼殺中國晶片供應鏈的難度 還有相關的廣泛努力的一些局限性 那現在中國在研發這個本土AI上取得了進展 中美之間的差距真的在縮小 那如果接下來呢 從一開始我們提到的軍事層面 李將軍您的專業怎麼看 其實我特別說什麼叫做AI 可能說觀眾對於這個名字還是有一點 覺得好像虛無攀斷 其實你就把它當作一個什麼 我們講這個晶片就像一個小朋友的腦筋一樣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大腦 可是這個大腦就像你剛剛所講的 要經過訓練也就不停地要灌輸它的資料 很多資料讓它自己可以去思考 那AI做出來以後 這個不只是用在軍事方面 包括商用上面 民間生活上面我們都可以用得到 第一個它可以接受客戶的查詢 我們講CHABIT就是一個這種聊天機器人 它可以很快地回答你的問題 客戶的查詢 不分時間不分地點 24小時都可以 第二個來講的話 如果你給它灌輸的資料 越正確來講的話 它回復的資料訊息會更正確 第三個它的好處可以釋放人力資源 很多工作就可以交AI來製造了 然後最後來講的話 它可以處理很複雜的任務 我覺得未來的AI最重要的最重要 有一點是什麼 它可以釋放人力 可以釋放人力出來 然後可以增加訊息的傳遞的正確性 那為什麼要經過訓練呢 就像一個小朋友大腦 我們要去開發它一樣 所以你要去教它嘛 如果你都不去教它 就算有好的大腦有什麼用 這個大腦是什麼呢 如果說以晶片來講的話 就是現在來講 華為的深騰910B 對不對 就這個NVIDIA的話 就是它的H100、H200 這種晶片 它就是類似這種大腦 但是關鍵在什麼 關鍵在講我們現在來講 比如說AI chart GDP 來講我們去問它的話 有時候答非所問 或者答的問題不是我們要 就是它的訓練不夠 那後續的訓練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不但要訓練 要加以改進 然後讓它可以達到 自己會去思考 如果你灌輸它資料越多 它就會越會去思考 就像是我用軍事上面來講的話 通常來講的話 我們下一個命令 它做一個動作 就像士兵一樣 我下一個命令做一個動作 但是假如說我下一個命令 這個兵它會去思考 要做什麼動作 我們以中國最近出來的機器狗 戰鬥機器狗來講的話 我想說這個比較具體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士兵在後面操作 這個機器狗叫它蹲下起立 或前進或者射擊 要有一個兵在後面操作 下一個指令 它做一個動作 但如果說是未來這個機器狗 你給它訓練夠多的資訊 在裡面的話 它就自己會去思考了 它會去狗指揮狗 就是這隻機器狗 它會指揮別的機器狗去作戰 就是譬如說它碰到這種狀況 前面它會去判斷這個是一頂機槍 我就停下來 我就不去攻擊 那或者說我要掩蔽或幹什麼 或者是說這個A去掩護 B做攻擊 那這個AI工作運用到這個戰場上面 有沒有已經有了 所以以色列來講 它就發明了所謂槍尾草 這種系列的AI 當然這個系列來講的話 用在軍事上 尤其是以色列是非常不忍道 也非常殘忍 因為你不是很成熟的東西 它想說我用AI來辨識 誰是哈馬斯 誰是一般的巴勒斯坦的難民 但是問題是說這個AI 並不是很成熟 你用這套東西用來辨識 在戰場上辨識 如果說AI辨識錯誤來講的話 就很容易造成誤疾誤傷 所以說它這個牆尾草系統 事實上已經出來了 可是對於這個人類來講的話 其實是禍而不是福 特別要在這邊做強調 尤其是我們擔心 如果說這些運用在軍事上 失控的話 那是很嚴重的一個後果 另外想請教鍾老師 是因為我們剛剛在報導 內容當中提到說 大陸現在的AI核心產業規模 已經超過6000億人民幣 那在這個時候 美國在寄出這個新的禁令 就您來看呢 我先來回答美國跟中國 有沒有可能合作 因為美中對抗已經是一個 不可逆的趨勢 是個既定事實 2020年的大選 美國如果是由川普勝選 也是一樣美中對抗 那2024這次選舉 如果賀錦麗大選 也一樣美中對抗 所以這是不可逆的潮流 那麼有沒有可能出現 美國中國合作的一個情形呢 有 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 如果中國方面端出一個 美國也滿意的方案 當然美國也會合作 那如果呢 是在民生方面 比如說醫療或娛樂方面的AI合作 那也是有可能的 那第三個 綜合國內外輿論 他們認為如果哪一天 俄羅斯強大到 美國無法控制的情形的話 又回到1980年代 讓美國呢 重新又跟中國合作 不過這是一個預期而已 那回到剛剛主任問的 這個AI方面 當然以現在總體能量 還是美國領先 不管是 投入的這個基礎 或者是這個 既有的應用 不過中國方面 也有兩個優勢 第一個就是在論文數量方面 相關的學術論文 它發表的量 跟引用的細數都高過美國 另外一方面呢 中國近年來獲得的 AI的一個專利呢 也在美國之上 如果說現階段是美國領先 那未來三五年 有沒有可能被中國超車 那也是不無可能 不過美國也不是省油燈 它會用這種各種方式 來卡中國的脖子 比如說AI的研發需要高階的晶片 三奈米兩奈米還有1.6奈米 這方面 美國一會嚴格的把它把關卡死 另外一方面呢 則有考量到 這個所謂的人才方面 比如說大專高等教育的這個 就學機會 或未來的進一步合作 恐怕也會有所限縮 那最後呢 我們再好好思考 就是說 這個全球化已死 這句話 我們都聽過很多次 但十月底在台積電的運動會的時候 由他前董事長張忠謀講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震驚 主要是什麼呢 因為全球化已死的話 那就是保護主義會蓋過自由貿易 然後傳統產業變得比較重要 減減減碳去他的 那至於呢 對於外國勞工跟非法移民 要嚴加打壓來保護本國勞工 甚至呢 必須透過關稅還有補貼 來救助本國產業 因為他們過去全球化所犧牲的 所以從這個區域來看 未來美中對抗呢 勢不可貶 那我們只能靜觀其變了 好 那我們就要來請教楊老師 你怎麼看說 在川普政府下這個TikTok他未來的路 川普的競選受惠於TikTok 非常之大呀 對不對 所以呢 他自己也公開的講 他當選之後啊 這個會讓TikTok繼續留在美國 要跟就是這個臉書 因為臉書之前還禁過他嘛 後來把他給解禁之後 他還是這個冤恨在身 所以我覺得他從他自己本身的使用的經驗 他了解到TikTok 在美國的年輕人是廣受歡迎的 川普的這樣子的 剛開始的選舉上的訴求 他要去穿透到年輕人的這一塊 並不是很容易 可是呢 他努力經營社群網站 那你看他在TikTok上面的這個表現 所以他覺得其實這個已經不是單純的商業問題 這根本就是一個選舉 以及年輕人的社群當中 對於這個TikTok的使用是非常的普遍 那你去把它禁掉 你不是一個政治上的這個自殺行為嗎 對不對 所以我是反而覺得TikTok 也證明了他的努力 就是說盡可能去保持在美國方面的資訊的完整性 以及不會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 來不斷的向美國政府去提出這樣的證明 他也在德州取得了就是說他的資料的儲存 而且透過甲骨文的這樣的公司 來去做資料的儲存 所以我覺得TikTok其實做了很多努力 川普也看到了 是老師不過我很好奇 因為你剛剛有談到說 未來不排除中美有可能合作嗎 川普這邊有可能跟北京來合作 但是大家不都是知道說 其實川普一直都是很敵視北京的嗎 對如果說今天中央會端出一個 美國會反應的方案 那當然有可能合作 因為美國覺得也可以從頭獲利 所以說也是國家的利益至上 如果說他這個方案對美國有利 我想美國政府不會拒絕 所以就你們來看 這個馬斯克還是扮演的 在這個當中非常重要 對 因為我們講說馬斯克 是在美國中國之間 辦理一個緩解的角色 促使美中關係 是在美國就在美國 就是你而言 所以我們來看 那是美國的行程中